第一次淋泥漿的時候 一定要把它淋得很輕盈 你不能說淋得在這邊報紙就跑出來 好 我們就把它淋好 整個把它淋OK 這要淋要淋多少層呢 大概要反覆做個 七 八 十 九 十 九 十 九 難怪來這裡的人都要預約 一定要事先預約 你不預約的話 我光是拿泥漿然後回來做 大概一隻雞最快你能吃得到 大概要三個小時 三個小時 對啊 我的天啊 這個泥漿塗好一層後 經過加熱 還要再給它補塗 補塗還要補七次 整整三個小時的過程 也難怪達人一直強調 想吃泥漿雞 請先預約 十五分鐘後 達人帶著立文再一次回到現場 準備進行第二次的泥漿美容 像這個已經開始歸類 然後有點 他也講說糟糕有沒有 這個裡面你把它敲開看一下 你可以敲開 這樣可以敲 輕敲 敲開 那裡面已經變成 應該快要燒掉了 那我們現在就要淋了 好 就一樣就是這樣淋 要保護它 我們要把它保護好 然後經過一次 一層一層一層的 這樣子淋上去 讓它就會變得很 繃起來 像剛剛我那樣敲 它就已經掉了小塊 對 然後那是比較薄的 那等一下如果說 我們有敷了七八層上去之後 你看那個要多厚 會變成很重 如果說你不行的話 我幫你 應該可以啦 好 OK 好 上去脫 好 這樣 然後我把它放進去 我剛剛聽到那個 濕濕的聲音 那我現在就把它淋上去 因為它現在表皮它有均裂 對 那我們就再把它包一層 要把它保護好了 好 甩 抖一下 抖一下不是甩 你不要甩 抖一下 然後就 看一下是不是 淋得有沒有均勻 只要淋得有夠均勻就OK 大哥幫我檢查一下 好 OK 可以喔 我再把它淋回去 小心喔 可以 這是我自己第一個完成的 這隻雞 要保護它 好 所以我們不停的淋啊 就是為了要讓它表面呢 可以保護得很好 才不會讓裡面的雞 燒到 然後才不會起火 對 這樣子的話全部都包起來的話呢 裡面的受熱才會均勻 那裡面的這隻雞呢 就會越來越好吃 補泥漿除了讓受熱更均勻 也是預防裡面的報紙燃燒 或者是加熱帶爆炸 一個不小心 泥漿機就火火了啦 只是喔 既然這個泥漿這麼費工 達人為什麼還要特選泥漿 而放棄土窯機呢 因為你 如果說你做土窯機 做蓋一個窯 你看你要多少時間 然後那個窯的泥土以後 重複使用的話 大概一兩次就 可能也就不好 它那個土窯汁用一兩次 那是為什麼 因為你那個土 你燒過第二次之後 它那個吸的程度就會不好 又不行要換新的 那真的很費工 這樣也很費時 對啊 建造一個土窯 就要花很多時間 對 這樣省了這些土就環保 而且這又是一個很大的特色 應該很多人都慕名而來吧 是啊 我聽你講好像是你在做的 老闆你真的很聰明 大哥用泥漿機取代土窯機 不僅環保又省錢 噱頭十足更帶來龐大商機 講到噱頭 這個泥漿機 還有另一個吸引客人的地方 那這個可以吃下去嗎 這麼特別 對啊 那你寫個字就留戀 好 好 來 那我要寫什麼呢 那我要寫個 OK 好了嗎 完了 那你寫這個字是什麼 秘密啊 不能給你看到 是喔 好 不能給人家看到 不給人看 等一下才能讓人家知道 我們等一下再接寫 沒錯 這麼神秘兮兮 那就讓我們好好期待立文 為我們帶來什麼 曠世巨作吧 第五次了 我們已經過一個半小時 都是第五次了 第六 快點了 要放開了 我睡著了 大哥好久了 我們現在要做第七次 終於到第七次了 很辣 好了 可以了 這個是妳的 來 試試看 喔 大概這個也太重了吧 現在這樣子 這裡面是要幾公斤啊 也太重了啦 現在大概應該 三公斤會有 因為我們已經弄了九成了吧 對 現在有三公斤 大哥轉一下 轉一下 妳剛是不是做了什麼記號啊 這就是我畫的愛心 大家看的時候 我有 有 妳的想像力是不是太豐富了啊 就等一下我就把它敲碎了好不好 敲碎 好 大哥 先敲碎 好 沒關係啦 心 我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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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喔 我的心 這下立文真的是給他心碎了 無痕的啦 隨著大哥將厚厚的泥漿外皮抽碎 這香味已經漸漸的撲鼻而來 讓人好深期待 我相信觀眾朋友都跟我一樣 已經期待非常久了 那我現在要把它打開了 好 已經聞到味道了 對 有喔 那我現在要把它倒出來了 小心喔 好香喔 這邊好多湯汁 感覺可以膠本耶 而且我好想喝這個湯喔 這個湯好好喝耶 好香喔 再開個嗎 那這個是妳要開還是我來開啊 大哥開好了 那我就幫妳開了 它這裡面怎麼是紅色的 橘色 橘紅色 這剛剛是妳揍的啊 妳的節奏耶 整隻雞都變橘紅色了 那我現在要把它倒出來了 畫梅它都已經融入 都有畫梅的味道 而且妳看顏色都已經變橘紅色了 一定很好吃 經過了兩個小時 我們的泥漿雞也準備出爐囉 妳看這咻乎乎的蒜味泥漿雞 還有經過花梅 一起烘烤 呈現橘紅色的花梅泥漿雞 光看就讓人口水直流 那我先吃這個蒜頭的口味 妳看 泥漿雞果然很厲害 那我要吃囉 好嫩 好嫩 好滑喔 我剛剛小溪一個好 它全部都在汗汁 我現在還在滑的在我嘴巴裡面 它好嫩喔 因為上 它是不是因為我們那個 泥漿雞的關係 它完全肉都在裡面 非常的軟爛了 非常的嫩 而且妳看我現在 它還在滴汁耶 而且它的蒜頭味道 聽這個好搭 蒜味跟甜味 雞肉的鮮甜 完全都包裹在裡面 我剛剛吃了一整口 我覺得完全都吃到雞肉的甜味 它的雞肉 每一寸雞肉 每一塊 它都包含了雞汁的湯 還有它的精華 是 都烘在裡面 我胃口大開 那這個應該是我不幫忙的 妳要自己來吧 自己動手 自己來嗎 那我當然要吃最厲害的地方 那我要吃雞腿 它輕輕一撥就可以了 而且我剛剛一直在這地方 就一直流口水 因為化眉 酸 大哥我要吃囉 不用客氣 妳可以吃的 它這個肉 它有化眉的味道 酸酸甜甜 非常的爽口 而且酸酸甜甜 我相信是女生會喜歡的 有談戀愛的感覺嗎 當然 這是酸酸甜甜的 談戀愛之味啊 大哥 其實我真的非常佩服妳 像今天我們吃到這個 泥漿雞 然後還有化眉雞 我覺得都是全世界 只有大哥你在做這個事情 是 大哥我覺得你真的非常厲害 因為你就是不斷的一直在創新 然後才能讓我們吃到 這種新的獨特的口味 這也是我覺得大哥 你會成功的原因 謝謝大哥今天教我這麼特別的 煎法 謝謝 謝謝 我等一下要吃掉它 好